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22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为了方便民众来往澎湖 有业热特别从国外引进最新款 造价5亿元的高速客轮云豹轮 在船上不但是可以搭载有500多名的旅客 还可以搭配水下平衡系统 及时开到时速70公里 都不会晕船 22号上午在台中港就举办了首航仪式 交通部长林佳龙跟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都特别的到场见证 倒数生下各界贵宾一同剪下红彩带 见证造价5亿台币的云豹轮首航 云豹轮这一天从台中港首航澎湖马工 航程只要两个小时 而交通部长林佳龙跟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特别到场见证 前殿后场自由港 最重要三大策略里面有一个提到的就是港部的观念 台中如果要转型升级成国际现代化的大的城市 我们在航空我们在海港一定要大大的发展 在两年前立院的提案 当时我还是台中市长要推动台中港2.0 所以今天以交通部长的身份来见证这个历史的首航 格外感到高兴 业者表示云豹轮属于最新型的高速客轮 船上不但可以搭载500多名旅客 船舱空间跟座椅更是媲美飞机客舱 另外搭配水下平衡系统即使开到时速70公里也不会晕船 而这次首航过后 未来也将投入嘉义布袋来往澎湖马工的航点 目前我们有在航班就是布袋马工 那是目前在台湾来讲就是布袋马工 还有就是台华轮是在高雄马工 那当然台中这一块的话是首航嘛 那我们会在进来调整说如果旅客从北部往南 就不用到布袋了 接到台中就可以接坐我们的船到马工去 师傅也表示停航快8年的台中来往澎湖的航点 预计最快4月下旬就能开通 相关的票价跟时程将会持续跟业者合作 期盼能带动港区发展 继续陈伯涵台中采访报道